但是在当年的电视素材中,我们找不到莫惠芳,却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莫惠蓝。 这不仅是因为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和嘴角的美人质,更因为她训练时一丝不苟的神情和开心时活泼开朗的笑声。 在小伙伴们中间,蓝蓝既听话又懂事,到了训练场上,蓝蓝很认真也很刻苦,她希望有朝一日能用实力来证明自己的位置。 我觉得我是姐姐,然后我妹妹那时候真的是两个家庭都特别,就是觉得是很有希望的一部运动员,就老给她开小照,补补这个,然后再发展一个新动作,但是我就不行,有时候老看着她自己觉得,哎呀,我是个姐姐,怎么还不如妹妹,就是挺难受的吧,所以有时候会在生活上去欺负她。 从1994年开始,莫贵兰终于展露头角,成为中国女队的主力选手,这得益于她的勤奋,也得益于她稳定的权能水平。 从少年时代开始,蓝蓝的高低杠,平衡木,自由操和跳马四个项目的实力就比较均衡。 在这个基础上,教练又帮助她在平衡木上编排了一个高难度的单臂支撑倒立。 这一年,蓝蓝的个头虽然还是不高,但技术水平却长得很快。 1995年,莫贵兰就带着这套动作出现在世锦赛上。 我觉得竞争其实挺激烈的,因为中国队,我跟乔亚其实都有希望争这块冠军。 在当年的中国女队,最可爱的是莫贵兰,最漂亮的却是乔亚,两个人的义举成名都是在日本。 在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上,身为队长的乔亚和初出茅庐的莫贵兰是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戴上上阵的乔亚,不仅率领中国女队赢得了团体冠军,自己还获得了个人权能金牌。 而随后的辉煌却属于莫贵兰,单向比赛中的四个冠军,使她成为那届亚运会上赢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不过到了世界锦标赛的赛场上,无论是莫贵兰还是乔亚,都需要面对更多旗鼓相当的对手。 1995年,在日本青江,有实力在平衡幕上争夺金牌的包括乌克兰名将莉莉亚和美国的多米尼克。 他们都在我前面坐,我大概是第六个出场。 然后那个莉莉亚坐下来的分已经打到了9.85。 然后那个就是美国那女孩坐下来的时候也是9.85,就已经是两个9.85了,然后才到我做。 就其实我当时上场的那个,我必须得打到9.9,要不就9.9510分,你才可能拿冠军。 莫贵兰刚进国家队的那一年,杨波为中国体操赢得了第一个平衡幕世界冠军。 五年之后,莫贵兰延续了这份荣誉,她终于可以开心地笑了。 五年之后,莫贵兰园了这份荣誉,她终于可以开心地的荣誉,她终于可以开心地的荣誉。 五年之后,莫贵兰园了这份荣誉,她终于可以开心地。 在莫贵兰成为世界冠军的1995年世界锦标赛上,中国女队的整体实力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除了莫贵兰和乔亚,当时的主力阵容中还包括来自湖南的吉利亚,来自湖北的毛彦林,以及后来成为世界冠军的刘璇。 他们齐心协力,莫贵了世界锦标赛的团体第二名,而中国女队上一次获得这样的成绩,已经是14年前的事了。 当时中国队就是95年那个比赛的时候,跳马和自由超,我觉得可以说给中国队拉了快一分,因为起评分一下提高了。 我们当时有自由体操有三个,四个,就做一切,就做直体两周的。 就一看过,这场上的实力就不一样,就马上就进度裁判了。 谢谢。